你一天拜佛拜一千拜 我拜一千二百 我一对好过你 这个就是杂毒之心 你一念一天一夜什么了不起 我一念两天两夜 正干嘛 若做如此安心其心者 这个如此 就是值上面将杂毒之心 虚假之心 你要是用这个心 杂毒的心 虚妄的心 你来修行 谢谢你来修行 纵使苦力生性 你非常精进 日夜十二时 真精进 这个十二个时程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二十四小时 中国古时候讲这个十二时 是自出银毛 乘死无严 是这个十二时 这就是昼夜不间断 这就是昼夜不间断 即走即走 如智投然之 这两句是形容 勇猛精进 那这个好像是真干了 众民杂毒之善 为什么呢 你心里说贪真吃慢的时候 还没有能发现 这样用功修行的人 难道还有 这个这个 忘心杂念吗 有 这个我们也常常见到 他有点说 功高的心 我慢的心 你一天拜佛 拜一千拜 我拜一千二百 我一定都超过你 这个心呢 就是杂毒之心 你一念一天一夜 有什么了不起 我念两天两夜 真干了 而且很多 都是这样子干 当然也好 我们也赞叹 总比不干的好 那不干了 他就完全是毒 这个毒里头 还有点善业在里头 总归是难得 但是 这个 并不是无法的 你看 大使在这里教的 与回此杂毒之心 求生逼佛净土之 死心不可也 你的心呢 外表是像了 内里头不像你 佛在许多大成经里面 都告诉我 像为默契金强 心精则途径 黄契金强 就是教给我们修行 众事智 不众行事 这个外表是行事 事智是什么呢 就是无量寿 经题上讲的 清静平等 也就是死地讲的 智诚心 身心 回向 发愈心 这个三心 这是实质 这是真实的 这个外表思想上 由于没有 没有多大的方案 最重要是你心 这个永明大司 这个四廖节是很有明亮 有缠有尽 犹如代句 无缠有尽 如万修万人去 问题上 你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 你有没有 清静心 有没有 清静的愿 所谓清静愿 就是 一心求生 净土 没有第二个愿望 你这个愿 就清静 我一面 想求生 净土 一面 还想得禅定 又要想 开智慧 你这个心 就不清静 心和妄想 就多 所以这个 清静愿 是一个愿 没有第二个愿 古德 跟我们讲 但得见 弥陀 胡愁 不开悟 我们把得定 开悟的事情 统统放下 见了阿弥陀佛 再说 这个愿叫 坚固愿 这个愿叫 清静愿 这是 必定得 所以他这个地方 是杂毒 执行 那么往生 就不可靠 我们也不能够 肯定他 决定不能往生 不可以这样说 总而言之 他能不能往生 是个 瘟疫之处 不能肯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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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